我们是来自中国海南海口经济学院南海艺术与科技学院 我是导演钟子文 大家好 我是海口经济学院南海艺术与科技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的新生 然后我的那个职位是摄影和副导演 我叫陈瑜伽 我们的作品是《永远的约定》 我们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工作应聘网上 发现了那个高薪的境外工作 然后去境外发现被骗了 然后在境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比如说器官贩卖或者被迫从事一些灰色产业 然后诈骗团伙利用母亲的 利用女儿的变身的那个声音给母亲打电话的时候 然后母亲通过和女儿的约定 反映到女儿被骗去境外了 就是已经遭受了诈骗 然后报警 然后在警方的重视下 把这个诈骗团伙破获的这个故事 灵感主要是来自于身边朋友的一个真实例子 我们也做过详细的一些调查 就是这种诈骗它多发生于就是边境的这种农村城市地区 所以当时我们正好就是我们老家是属于这边地方的 所以呢身边朋友的例子就促成了我们的灵感 然后进行一个改变 参加这次比赛 第一个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就是盛创娱乐发发的那个官方微博 在上面看到的 然后呢正好我们学校的指导老师刘泽熙老师 然后在他的就是推影下促成我们拍摄了这部影片 听到作品入围之后肯定是挺激动的 因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拍摄这种影片 就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创作 然后取得了一个肯定 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获奖 第一个奖金收入当中 我的期待就是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 不敢有期待了